斗罗大陆动画中,深海魔精王已经露脸,他是一个彪悍的大叔形象,实力极强,还妄想吞噬唐三成为史无前例的妖神。 深海魔精王的修为接近百万年,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达到百万年级别,还差那么一点点。 可是,有一个魂兽修为却有百万年,而且动画也让他露脸了,他就是在爵士堂门中即将登场的天梦冰残。 玄机提前公布了他的形象,还挺可爱的。 天梦冰残的形象虽然是朝着可爱风设计的,但是整体看起来却有些不协调。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天梦冰残的头设计得太鲜艳了,和冰灵巨城的身子一对比,看起来有些怪诞。 不过,作为百万年魂兽,天梦冰残的实力却很一般,本身不具备什么攻击力,自从来到星斗大森林,才学会了勾心斗角。 也就是说前九十万年,天梦冰残都是很单纯的,后十万年就变成人精了。 星斗大森林魂兽众多,天梦冰残不仅要躲避人类魂师的追击,更要避开魂兽之间的相互残杀。 天梦冰残由于本身没有什么攻击力,他也成为诸多魂兽想要吞食的对象。 聪明的天梦冰残做出选择,他竟然主动成为霍宇浩的魂环。 然而,并非仅仅成为魂环那么简单,天梦冰残还保留了自我意识,相当于寄生在霍宇浩体内,这也给霍宇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 唐三虽然开挂,开得很厉害,但是霍宇浩一登场,第一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就拿到了百万年魂环,真是让人惊叹,这运气简直就是爆棚了。 霍宇浩起初还一直以为自己吸收的第一魂环是十年的白色魂环呢。 霍宇浩刚开始登场的时候,就是一个废材,魂师都做不了,好在遇到了唐门的唐雅和贝贝,并在二人的帮助下去了史莱克学院。 这些剧情都即将在爵士堂门中展现。 那么,为何这只百万年的天梦冰蚕会选择霍宇浩呢? 要知道,霍宇浩的五魂是很特殊的,它的五魂是灵谋,属于精神类五魂,这恰好符合天梦冰蚕的属性。 天梦冰蚕一直在寻找精神五魂类的魂师,只有寄生在这类魂师身上,天梦冰蚕才能将自身实力发挥到极致。 如果不是精神类魂师,就算吸收了天梦冰蚕,展现出来的技能也必然会大打折扣。 霍宇浩在得到天梦冰蚕作为第一魂环后,直接得到了四个第一魂技,分别是精神探测、精神共享、精神干扰以及灵魂冲击。 最终霍宇浩更是成为情绪之神,天梦冰蚕这个特殊的百万年魂兽,刚登场就选择了霍宇浩,之前都是看人类魂师来选择魂兽,却很少见到魂兽主动贡献魂环的。 当然,小五、泰坦巨猿、天青牛莽是采用献祭的方式主动送魂环魂骨给唐三,天梦冰蚕并不是献祭,而是寄生。 然后,小五、泰坦巨献环。